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国瑜产生影响的退赛只有女单的印度名将内维尔 原本国瑜女单韩岳将在首轮挑战内维尔 现在则换成了新加坡的杨嘉敏 相较于排名第26位的内维尔 99年出生的杨嘉敏实力稍弱一筹 现排名第36位 属于二流水平 23年印尼赛上 韩岳曾直落两局完成对内维尔的双杀 且第二局更是只让对手拿到7分 不管是打内维尔还是打杨嘉敏 对于韩岳而言 目标是一致的 那就是战胜对手 韩岳若能闯过首轮的话 他将和另一位国瑜女单王芷一会施第二轮 两人将在四轮展开内战 王芷一首轮对手是日本的川上沙会奈 川上沙会奈在德国赛中 给和冰交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王芷一要想战胜川上沙会奈 就需要快刀斩乱马 不要陷入日本队的反击节奏当中 陈宇飞则迎战李文山 目前陈宇飞已经取得了对对手的七连胜 晋级次轮问题不大 女双方面 中国的两队组合陈清晨贾一凡和张书贤正宇 都将和日本组合争夺开门红的机会 凡臣面对的是颜永林中西桂英 于贤迎战广上刘一加藤优奈 从实力和打法葬来看 凡臣组合和于贤组合获胜的概率较大 混双方面 正四位黄亚琼对垒丹麦的泰里马格伦德 拿下比赛概率不小 比起女单女双和混双 蓝丹河南双则会遭遇苦战 蓝丹率先登场的是赵俊鹏 他的对手18号种子洛建佑 23年马来西亚赛上 赵俊鹏曾以0比2输球 双方的交手记录也被改写成了1比3 该场比赛的第二局 赵俊鹏只拿到8分 从打法上来看 速度迅猛的洛建佑还是比较克制赵俊鹏 赵俊鹏要想闯过首轮的难度较大 蓝双的何继婷周浩东 则会和中国台北选手卢敬瑶洋博涵交锋 目前卢敬瑶洋博涵排在世界第14位 何继婷周浩东第20位 排名上处于劣势 何继婷周浩东的问题是发挥不稳定 经常会出现领先后崩盘的情况 要想暴冷 就需要克服这一点 全英赛中国队首日具体对阵如下 南丹 赵俊鹏 vs 洛建佑 新加坡 女丹 陈宇飞 vs 李维山 加拿大 女丹 黄芷一 vs 穿上沙会奈 日本 女丹 韩阅 vs 翔嘉敏 新加坡 南双 何继婷周浩 东 vs 卢敬瑶洋博涵 中国台北 女双 陈青陈甲亦帆 vs 贤永林中西贵硬 日本 女双 张书贤正宇 vs 广上游衣 加藤优奈 日本 混双 正思维黄雅雄 vs 泰里马格伦德 丹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